花園地 那后来他就往东边去打进中国 往西边去打进欧洲 那么其中一只呢就留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呢由乌拉山往西边去 去到了哪里呢?去到了顿河 所以戈萨克人就形成叫做戈萨克人 戈萨克人是俄文 戈萨克就是自由的人的意思 那你如果问到俄国人 这个戈萨克人 俄国人会告诉你戈萨克人也是我们俄国人 其实他是突厥的 当然现在在戈萨克人当然是俄国的一个民族 所以俄国是多民族构成的 戈萨克人除了是土耳其人以外呢 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当时俄国沙皇的时代 很多都是农奴 那些农奴呢不愿意受到那个地主的局限 他就逃跑 逃跑就跑到哪里? 就跑到顿河去 依靠戈萨克人 就和他们混血 好 戈萨克人在俄国有六支 其他的我不要念起来 因为俄文又长又臭又长 念了你也记不起来 那我发哥给你讲顿河的戈萨克 为什么发哥要讲顿河的戈萨克 因为发哥亲自到了哪里 亲自去过那里了 发哥怎么样去到顿河的呢 当然了我年轻时代就念过肖洛霍夫的大文学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俄文叫做Sissiden Sissiden Sissiden Sissiden就是俄文里面的安静的意思 安静的顿河 你看那个俄文里面Sissi 好像用一只手指食指放在嘴巴里面 噓噓噓 不要讲话的意思 所以叫做静静的顿河 Sissiden是萨克人最有名的著作 萨克人德国诺贝尔文学讲 结果这部静静的顿河的小说有多大一本 四大本不是一本 远景出版社曾经把它翻成中文出版静静的顿河 小说两三百万字 四大本 更夸张的是全世界最长的电影就是静静的顿河 他拍过几次版本 第一次就已经很夸张的拍了五个小时 这部片五个小时 差不多一二十年前 他们俄国人又拍了第二次静静的顿河 这个电影多长呢 六个多小时 将近六个半小时 所以他们讲俄国人去看那个Sissiden 静静的顿河 在西院里面 从中午看到晚上 中间要吃中饭以外还要吃个晚餐 西院里面要分好几个阶段进去看 发歌年轻的时候 念熊中的时候 很喜欢看有一些大片子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基督教 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电影 对不对 有的时候根本就是 十戒啊 这个电影 一演就四个小时 中间有给你去尿尿吃东西的时间 中场休息 上汉下 十戒 四个小时 埃及宴后 四个小时 当时很过瘾 就都看到 今天 从那个一笔钱去买了这个 埃及宴后的票 看四个小时 好幸福的 礼拜六 现在 你叫年轻人看四个小时电影 再好看他也 看得多久 因为节奏一定很慢嘛 对不对 那西西顿是六个小时 那你就知道说这个文学 在俄国有多重要 整个西西顿描写的就是格萨克人的故事 格萨克人 在这个俄国内战的时候 就是一派拥护这个沙皇 一派拥护共产党的布尔切尔克党 红白两个对战 自己兄弟杀兄弟 邻居杀邻居 最后 格萨克的老人很伤心 把这些战时的兄弟 不同立场的兄弟 再回到敦河旁边 把他埋在敦河旁边的坟墓地 然后在上面一个石碑刻了一个字 混乱汉堕落的年代 兄弟不要审判自己的兄弟 法国经常引用这句话 台湾现在就常这样 兄弟在审判自己的兄弟 独派独派又分成好几个 派别人在互相审判 统派统派分成一两个 又在互相审判 这是个混乱而堕落的年代 那敦河让我印象很深 敦河是很大一个很大一个河流 那么萨洛乌的孙子 我认识他 我是去找他 他招待我在那边住了一天 然后看了他们哥萨克的舞蹈 最得意的是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我眼睛看到了 什么叫了汉血马 什么叫了黄金马 原来历史上讲的汉血马 黄金马是真有这种马 而且在敦河呢 还有稀有留下来 几百匹留下来 黄金马 结果呢 就萧洛霍夫的大文豪的孙子 养了两匹 养了两匹 黄金马 那有多高大呢 他当宝贝一样 一匹马 大概可以买四五步贝斯 珍贵啊 我去他 特别叫马同巴牵出来给我看 骑士给我看 那个马是金黄色的毛啊 在阳光底下 那奔跑起来的时候 闪闪花亮 真的像黄金马 比黄金做的还漂亮 那个感觉啊 毛是金黄色的 那跑的时候 你看那个马 个子很高很大啊 然后在阳光底下 它会变颜色 黄金的颜色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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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你看到那个马 在奔跑的时候 就像一块黄金啊 在奔跑一样这样 他都把它当宝贝 这样处理 他说以前哥斯拉克 很多人骑的都是这种黄金马 啊因为有汽车以后 马渐渐被淘汰 但是最珍贵的这个品种 就保留下来了 我看到那个黄金马 我才想到说 汉武帝看到那个血汉马 汉血马 不是这个黄金马 类似同个品种 竟然为了要 夺到那个马匹内 还不惜 发出军队去征华 把那个国家灭了 把那个马引进来 在汉武帝的时候 那么哥斯拉克人啊 有一批人进入到东欧的地方 在这个俄罗斯的南部 这个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啊 原来这个就是哥斯拉克人 就是土耳其的一支 突厥的一支 但是呢 俄罗斯皇帝 曾经把他们整个占据了 整个地方占据了 占据了以后呢 乌克兰人全部变成了农奴 农奴以后呢 俄皇对他们非常的苛刻 叫他们纳税 搅税 搅很重的税 所以乌克兰 好几次的革命 到最后呢 到共产党 俄国 俄罗斯共产党的时候 就把乌克兰并囤了 乌克兰变成 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之一 但是乌克兰人 对俄罗斯人很感冒 历史上就是很感冒 所以 苏联解体以后 乌克兰就独立了 乌克兰的独立 对俄国造成很大的打击 因为乌克兰是俄国的粮仓 产最多大麦小麦的地方 但是你在俄国再不愿意 所以你共产党解体 他就独立起来了 独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 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在那边对立 乌克兰被俄国征服 在东边的乌克兰 有很多俄罗斯人搭进去 那现在他们是 共和国时代的话 他们没有矛盾 因为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 现在乌克兰独立以后 乌克兰的东部就是俄罗斯人 所以他们就想要 从乌克兰独立出去 所以乌克兰到今天为止 都还经常在内斗在内战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民主不一样 乌克兰人基本上是戈萨克 戈萨克也就是突厥的一支 那么到今天 除了这个乌克兰以外 在东边巴尔干半岛 有几个国家 都是突厥的后代 最重要的是在欧洲 有三个国家 是突厥 土耳其的血统 唐朝的突厥的血统 最丰富的 这上一个国家 是哪上一个国家呢 是什么 是什么